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点也不为过呢 但是在一些冒险人士的眼中 这可是一座可爱的桥 他们可以在上面完成各种挑战项目呢 因此来挑战的人越来越多 这座桥竟然带动了这个地方的旅游业 有非常多的人前来参观挑战 但如此危险的桥可不止这一座 这部秘鲁也不肯示弱 秘鲁的克斯瓦恰卡桥 是一座用绳子和木板编起来的桥 桥的下面是阿普里马克河 在古代印加帝国的时候 这座桥就横跨于此了 当时印加人穿越峡谷和河流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用手编草绳建造桥 由于这座桥非常不稳固 所以每年的六月 村民们都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修桥 但是他们修桥的方法 依旧是重新编制桥 恐怕这个五百年的传统 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吧 对于这样危险的桥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